大家好,今次我的女兒就跟我說了 她說,喂,爸爸,今天我們不如來個簡單味道湯麵篇 她說,什麼來的,你寫什麼文章 她說,不是呀,帶你去吃好東西,而且有經濟實惠 聽她這樣說,我沒理由不去的 大家都知道了,我二世祖最喜歡吃好東西 既然女兒帶我去,我沒理由不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接下來就會跟大家去見識一下 我女兒所說的又好吃又經濟實惠的 她所說的什麼簡單味道湯麵篇 不知道她說什麼 由荃灣地鐵站C出口一路走 走到這裡就是傳風中心商場 再由傳風中心商場一路走到去 差不多是盡頭的,那個就叫做 昌寧中心 昌寧中心那裡就有花膠麵吃了 好了,那現在這裡就是昌寧中心的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簡單味道湯麵篇 這個就28元,是椰子排骨花膠湯麵篇 好划算,真的好划算 女兒說要養癌,要美癌,所以要吃這個 現在這個就是基松湧排骨花膠湯麵篇 現在這個就是基松湧排骨花膠湯麵篇 38元,也很划算 花膠也很大件 然後還有18元一條青魚,也很划算 今天阿女就跟我們一起吃 怎樣?大家看完之後是不是都很想去吃呢? 她真的很划算 28元一碗,就是這個椰子排骨湯麵篇 又或者是38元,基松湧排骨湯麵篇 叫個青魚,都是15元,是不是很划算? 還有她的花膠扒也很划算 我算過了,花膠扒加上一碗麵線 便宜那個,28元那個 加上都是60-70元,是不是很划算? 還有最精明的消費就是 不要叫那個什麼北紀貝 又不要吃魚蛋 只是叫碗花膠湯麵線 28元就是28元 又或者吃蠔小小,38元 基松湧排骨湯麵線,那就最划算了 那大家不妨去試一下